愛情忘了我就是你 哈囉 大家 午安 哈囉 大家午安 風老如你好 愛花你好 思思幫 思倫你好 其實我今天用了一個夾子 因為我的瀏海翹了一根下不來 所以我就 我只好夾了一個夾子 可愛嗎 是不是很做做 但是我瀏海 瀏海翹了一根 楊潔柯維記性兇手 Good morning 你好 雪白你好 是不是很做做 因為我瀏海翹了一根 所以我只好用夾子把它壓下來 我最後口紅好像不夠紅 哈囉阿元你好 小玲你好 哈囉 鋼鐵橫粉你好 夜洪你好 大家午安 而且我偷穿了姐姐的外套 因為我剛剛就是很冷 然後在尋找外套 我就到那個我們房間的那個衣櫃那邊 就是桿子上尋找有什麼可愛的外套 然後就發現了一件毛茸茸 看起來很保暖的外套 然後我就拿來穿了 反正我只是直播穿嘛 沒有要穿出門 只有在家直播穿而已 應該沒有關係吧 哈嘍 哈囉浩浩你好 浩浩你好 浩浩你好 聽哈希普 美 曹菲你好 空夜你好 謝謝空夜送我玫瑰 覺得可以放個歌 我今天想聽的歌單 是我好像從來沒有放過的歌單 然後也沒有公開過的歌單 就是我之前好像隨便亂加了一些歌進來 有一些搞不好我自己都沒聽過 就直接一起連同 可能某一個人的專輯一起加進來吧 我來聽聽看我到底加了什麼歌進來 謝謝阿元送我祈福好運 沒有他是 就是可能譬如我聽到一個歌手的某一首歌 我很喜歡 然後我就去查了 愛的過去的進行室那個妹妹 喔原來那部戲叫愛的過去的進行室啊 謝謝小玲的醫用口罩 其實就是可能我去查了那個歌手 然後我喜歡他一首歌就查了他的歌手這樣子 然後就可能連同他的專輯整張加進我的歌單吧 所以可能有些歌我也沒聽過 我們來聽聽到底有什麼歌 花莉鼠的僕人你好 嗨喲 很漂亮 俊春你好 那我們來聽聽 感覺這邊中文歌比較多 簡單來說就是愛一首歌加整張進去 沒錯 Bingo 這個歌單好像中文歌比較多 對這是日本買的法家 我還帶很多回來給成員欸 很可愛不覺得嗎 台灣都找不到這種可愛的 這首好聽 這首是家家的歌 我覺得他唱歌超好聽 謝謝Tony送我掌聲鼓勵 謝謝鋼鐵韓粉的掌聲鼓勵 是倒過來就行了 對 因為我的瀏海翹起來 所以這個方向他比較加得住 哈哈哈哈哈哈你好 今天的品牌也很可愛嗎 快點快要講我啊 謝謝空空的祈福好運牌 謝謝季風亮的佛葉 我今天帶的是咖啡色銀眼 這是我這一個月常用的日常銀眼 每天品牌都很可愛 品牌好可愛 大家很聽話欸 品牌可愛 午餐配品牌 最配囉 謝謝鋼鐵韓粉的膠卷 大家好聽話欸 可愛刷起來 Certainly cute Thank you 楊潔 Thank you so much I I feel so happy I feel so happy I so glad to meet you in in the in the in the afternoon 嗯? afternoon是下午 中午是 evening嗎 t at the noon ah ha說不要 他努力在學英文 不要這樣 最近也是貝倫意要很厲害的單字 好不好 謝謝Tony的祈福好運牌 謝謝Tony的祈福好運牌 來 像是我知道這個洗拿 它叫做Cinnam Cinnaman嗎 肉桂 Cinnaman不是肉桂的意思嗎 它是不是叫什麼Cinnaman Dog之類的 肉桂狗 聰明丹丹 修煉進行中 它是不是叫肉桂狗啊 我記得它的英文是什麼Cinnaman 很不可愛等於 為什麼 它是因為很喜歡吃肉桂嗎 Cinnaman 它是很喜歡吃肉桂嗎 是一隻舌白的玫瑰 居然是肉桂 謝謝Burring的長寿日熟 謝謝Burring的長寿日熟 謝謝鋼鐵海粉的看好你喔 好 好像是尾巴上肉桂捲 真的假的 我沒有認真看過 喜拿的尾巴欸 我下次仔細看一下它的尾巴 喜拿很可愛喔 它有尾巴嗎 有啦有啦 但我以前喜歡三粒歐的角色是那個 我以前很喜歡那個叫什麼 酷糯米喔 就是壞人的那個美樂麗 美樂麗的壞人的版本 它好像叫酷糯米 我以前很喜歡酷糯米 這裝飾可愛 它學沒時間看平衡直播 它學我可能也沒辦法早上直播了啦 黑色 黑色那隻酷糯米 因為就是那個三粒歐角色 不都是那種白色粉紅色淺藍色可愛的顏色嗎 然後那時候就很喜歡黑色 只有它唯一一隻比較就是走帥帥的黑色 那隻很附黑 就是怎麼說 就是有種Blackpink的感覺 就是女生的樣子但是又酷酷 就是 怎麼打 Blackpink的感覺 有懂嗎 好難解釋喔 就是女生但是又是帥的酷的那種 但是又不失女孩的那種感覺 因為平衡眼 我才沒有附黑 好啦有 一秒成冷 謝謝Burring的麥塊 有點小惡魔粉末感 謝謝Burring的好多玫瑰 草紅花你好 謝謝Army的玫瑰 小時候酷糯米長大皮 很醜 然後這有三粒歐有一個角色是 謝謝Tony的欺負好運牌 就是那個大眼青蛙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是有一次去Google了三粒歐的角色 因為他們之前好像有那個 三粒歐的角色投票嗎 就是 去投票給你喜歡的角色 然後好像第一名會怎麼樣怎麼樣之類的吧 然後就是 那時候就去 就是Google了三粒歐的所有角色這樣 然後不是有一隻是大眼蛙嗎 他的那個整個卡通裡面有 哥哥爸爸姐姐之類的 就是他有兄弟姐妹 哥哥爸爸這樣 然後你知道他的名字多隨便嗎 他的那個哥哥就叫做哥哥 然後爸爸就叫做爸爸 他就是叫爸爸媽媽 他沒有特別的名字耶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他就叫哥哥爸爸 嚇死我了 很隨便的角色名稱 他沒有角色名稱 謝謝鋼鐵韓粉送我 祈福好日 他日文也是這樣 是不是 我就快被笑死了 印象很深刻 因為通常不都是有一個名字嗎 紅A你好 好 謝謝水白送我玫瑰 喔我想起來我小時候還很喜歡那個 Kiki Lala嗎 雙子星 他叫Kiki Lala嗎 Kiha錢玫瑰狗 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就是那種便利商店的麵包 就是不是有時候會跟什麼Halo Kitty三利歐合作之類的 就是我小時候時候他有一次跟三利歐合作 就是你買麵包 他裡面會附三利歐的那種 會 就是那種 折射嘛 就是你這樣子左右移動 他會折射出不一樣的 樣子的那種 那他怎麼打 就是 貼紙 就是你們懂嗎 折射的那種 就是你翻來翻去他會出現不同影像的那種 的 呃貼紙這樣 然後我記得我小時候就是一直抽到那個 雙子星Kiki Lala的貼紙 就覺得他很可愛 走到飛 大眼蛙在台灣有名字 對 我小老陸露五安 謝謝 謝謝金釀的數碼相機 牛排你好 邦威你好 謝謝水白的玫瑰 超多五號 哈密歐 那我其實沒有 現在沒有特別喜歡什麼 就是覺得都蠻可愛的 没有特别说特别喜欢哪一字 谢谢夜空送我祈福好运 小猪小可爱你好 长大就是我都没有要选择了 没错 乌嘎你好 乌嘎乌嘎 发夹是给成团买了吗 没有啦有没有买这么多 细菌人跟小病毒 我会选细菌人 我喜欢细菌人 谢谢小风仔的胶卷 谢谢小风仔的胶卷 你好乌嘎 品含经费不够 对啊 将他有三 现在41了 41个 谢谢阿智送的告白 替仇 流汗有要給大家看一下今天的狀況嗎 今天狀況還行 我覺得他應該壓下來了吧 有有有 壓下來了壓下來了很棒 洗拿做的好 謝謝那個真情告白 我把它夾正好了 今天讓我做做一下 但是我好像拿錯了 這邊應該要拿另外一支夾子才會是正的 這樣夾才是對的 謝謝阿華的祈福好運 謝謝邦威的玫瑰 什麼錶啊 那是什麼錶啊楊潔 今天看起來低唇好好的 等等要出門 今天外面冷嗎 出太陽 可是是不是也蠻冷 一點都不做到 謝謝鋼鐵韓粉的應用口罩 平板在旁邊嗎 可是我的平板沒有下載IG 今天心情很好 我每天心情都很好 不是嗎 最近 最近心情都很好 北部縱南部縱 哦 google查得到嗎 那個叫什麼錶 我去查一下 忙一點好像蠻冷 我在想我不要換一件褲子 因為這件褲子好薄哦 感覺會很冷耶 可是我其他件都拿去洗了 早上就不要洗了 沒有我跟你們說 長褲真的可以穿兩天啊 冬天如果沒有流汗的話 有沒有沾到髒東西的話 可以穿兩天了吧 面線都是大腸還是蛤蜊 大腸吧 沒有其他長褲嗎 算了就這件出門吧 宗教戰證表 好去查一下 跟你們說我最近很喜歡 穿我新買的帆布鞋出門 最近都穿它 覺得很好看 心情很好 宗教戰爭表什麼 這首歌好適合睡前聽 我的平板的頁面還留在昨天的那個 One Direction 好帥哦 在家穿的美插 養褲的同學啊 在家穿的美插 養褲的同學啊 原來這個行為叫養褲啊 好啦看看 那是什麼表格 I don't know what to do 你們看 今天放的歌 是不是都是平常 沒怎麼跟你們推薦的歌 因為我平常很少放這個歌單 因為我裡面根本沒有整理 哈哈 風照在哪 哦 這要怎麼玩啊 就是選說我可以接受什麼 這樣子嗎 是這樣子嗎 對啊 好像蠻有趣的哦 那我可以在這邊跟大家玩一下 可是我不知道我查到這個有沒有完整 我只看到一些些 是不是有很多 我來玩一下 甚至都沒有 聽說很會養褲都沒在洗 可是我會洗 我都兩天會洗 是吧 我來看看 第一題 香菜是接受還是拒絕呢 香菜的話我覺得我算喜歡 因為我就是麵線 吃麵線的時候都會加香菜 香菜有個很香的味道 所以我算是喜歡 大家呢 大家喜歡香菜嗎 相信阿潘的粉絲應該是不吃香菜的吧 飯水偶像 大家有吃香菜嗎 香菜很讚 我也覺得 還有吃那個 掛包嗎 裡面也要加香菜 香菜好吃 有喜歡 豬血糕也要加香菜 加花生粉跟香菜 一定要 蛋捲冰淇淋 為什麼蛋捲冰淇淋 為什麼蛋捲冰淇淋要加香菜 這個就不行 這個沒辦法接受 還是其實不錯吃 下次試試看 豬血糕一定要 好久沒吃喔 突然又想去夜市喔 雞龍廟口也在這裡有賣 搞一個地方有賣 真的假的 下次試試看 第二個是什麼阿 鳳梨披薩 這個的話 我覺得我是 算是接受 但是沒有到喜歡 認真冰也是 鳳梨披薩我覺得是接受 但是沒有到喜歡 就是那種 其實我沒有很喜歡 夏威夷口味的披薩 就是我覺得 就是上面已經番茄醬了 又加鳳梨 我覺得有點奇怪 我比較喜歡 海鮮或者是一些 比較鹹的口味 我不喜歡甜甜鹹鹹 我不太喜歡鳳梨披薩 就是沒有到喜歡 但是是可接受的 大家呢 這樣說好 大家最喜歡的披薩口味是什麼 我覺得我應該是海鮮 你們呢 可是有了應該 就是夏威夷是經典口味 應該蠻多人喜歡的 謝謝彩虹花的心之館 蒸奶披薩 章魚燒 章魚燒也好吃 只是比較鹹一點 瑪格莉特 我喜歡海鮮 我喜歡鹹的 然後有一些海鮮在上面 干貝或是 魷魚之類 是魷魚嗎 墨西哥 墨南我不喜歡 但是我不喜歡那個 龍沙沙拉 因為龍沙沙拉 通常都會有 哇沙比的味道 我不喜歡哇沙比的味道 謝謝楊公公的祈福好論牌 下一個是螞蟻 螞蟻是什麼啊 藝人嗎 螞蟻是藝人嗎 難怪你不吃壽司 因為我不敢吃哇沙比 不喜歡這個味道 螞蟻是藝人嗎 台中特有 所以什麼是螞蟻啊 台中消暑食品 沒吃過也不知道 下次試試看 第 再來下一個是火鍋加芋頭 這個呢我是 算是喜歡的 火鍋一定要加芋頭啊 火鍋一定要加芋頭啊 而且那芋頭就是要煮到很爛很爛很爛 很好吃 像稀飯蔬菜湯有一點點苦 芋頭不行 這麼多人不喜歡芋頭 其實我也是沒有特別喜歡芋頭 就是平常不會特別去吃 螞蟻好像是一種植物的葉子煮湯 我下次吃吃看螞蟻 芋頭超不行 謝謝彩虹花的數碼相機 我平常其實沒有這麼愛芋頭 謝謝阿花的祈福火鍋 但是煮火鍋的話我可以 就是要煮到很爛很爛 我就是因為小時候被訓練 小時候就是不是吃火鍋都會 因為吃不完嘛 小朋友 就會跟可能媽媽爸爸一起吃 就是貢鍋 或是跟姐姐一起 然後媽媽都會夾芋頭給我 所以可能從那時候訓練 就是喜歡火鍋夾芋頭吧 謝謝鋼鐵韓粉的醫用口罩 我就是小時候的影響欸 芋頭放佛跳牆可以 火鍋我不行 放火鍋蠻好吃的阿 佛跳牆跟火鍋不是一樣的概念嗎 就是湯阿 南瓜在火鍋裡很好吃欸 他煮到爛爛的會變很甜欸 你們這些挑食的孩子 不一樣佛跳牆本來都很 你們是不喜歡他變混濁嗎 湯 還是他爛爛的不喜歡 謝謝玉安的祈福好運牌 謝謝Boring的祈福好運牌 謝謝Boring 連甜的都不吃 爛的不行 謝謝玉安的心之關 南瓜芋頭很棒阿 我超愛的 我覺得火鍋煮的東西都沒有不好吃的吧 不要吃火鍋裡面煮的東西 但是我超愛 除了金蘸菇以外 除了金蘸菇以外 湯會變沙沙 謝謝雪白玫瑰 下一個是半熟蛋 半熟蛋它是寫先戳破還是一口吃 我的話呢它是先戳破 以後 以後把南瓜芋頭給餅乾 交給我了 甜點芋泥很可以 芋頭好吃阿 是成熟大人的一種食物的感覺 就是媽媽都會喜歡的那種 還是只有我媽喜歡 大大的媽媽其實沒有這麼愛 戳破 半熟蛋我會戳破 可能加在什麼丼飯阿 或是烏龍麵裡面阿 跟你們說一定要戳破 就是蛋黃流出來 融合那個白飯 好吃 半熟蛋一定要先戳破阿 不戳破你煮半熟蛋幹嘛 就是要讓那個蛋液流出來阿 那蛋直接放盤子呢 什麼意思 你說半熟蛋放在盤子嗎 我還是會先戳破阿 就是想看那個蛋黃流出來這樣 像鹽香一樣 謝謝空葉的掌聲鼓勵 這首歌怎麼那麼好聽 這首歌叫什麼 這首歌叫什麼 分手不分離 黃紫潮 得最厲害 謝謝淵紅的祈福好運 其實我一開始比較沒有辦法接受半熟蛋嗎 就是我原本不太喜歡蛋黃沒有熟 我就是覺得沒有熟的東西我不太敢吃這樣 這是我的印象中 因為我不吃生的東西阿 所以我 之前的話 一年前可能一年前 之前就是不太敢吃半熟蛋 但是因為 就是朋友推薦我 就是一直推薦我很好吃很好吃什麼的 然後我有一次偶然的 就試試看阿 我記得我應該是在那個吃那個壽喜燒店嗎 它不是在附一顆蛋嗎 然後你可以加在 就是把肉沾那個生蛋這樣 然後就想說試試看好 這個意外的蠻好吃的耶 就是可能火鍋把生蛋打下去 直接沾肉 意外的好吃 然後我就愛上了 我就敢吃那種沒有熟的蛋了 我記得要說怎麼吃 會加半熟蛋阿 好像我現在吃烏龍麵 也會想加半熟蛋進去 蛋跟牛排都喜歡 焦焦焦 分寧即可蛋 火鍋的肉跟這首喜燒的肉 沾那個生蛋超好吃 但是大家就是還是要帶 就是那個蛋是乾淨安全的 才會建議 比較建議生吃 如果那一陣子有流行 什麼禽流感之類的 就建議不要吃半熟蛋阿 就是那一陣子如果是安全的 就可以生吃 但是如果有什麼禽流感的 就還是先不要生吃蛋 烏龍麵 蛋沒事過 還有那個早餐的鐵板麵 就是要加一顆半熟蛋 黑胡椒鐵板麵加半熟蛋 謝謝鋼琴韓粉的醫用口罩 而且我現在也敢沾那個七味粉 因為我之前其實不是那麼吃辣的 但是我發現那種日式餐廳的七味粉 其實不怎麼辣 這是一個提味而已 所以我會加七味粉 我發現我的口味也漸漸在進步 一整天都要吃半熟蛋 七味粉 拉麵幣加糖心蛋 半熟蛋聯盟 歡迎加入半熟蛋聯盟 超喜歡 他以為要講蛋餅 楊熊蛋餅 你就是要買蛋餅的那個是不是 小可愛 午安 好好睡唷 祝你好夢 那我們進入下一題 怎麼辦 講一講就二樓 老虎麵 沒有欸 老虎麵是在幹嘛 老虎麵 我們要吃到老虎麵 老虎麵是什麼 我要買蛋餅 我要買蛋餅渣 楊熊你就是那個買蛋餅渣的雙手 你以為我不記得你嗎 呵呵 之後有機會吃看看 好唷 小老虎 小老虎好可愛 肚子在呼 有點餓了 那很辣 賣老虎醬的混沌麵 很辣是不是 下一個是Oreo Oreo它這個是先戳破跟分拆開吃 它剛剛反應看起來是不記得 我當然記得你 楊熊 總很不記得 買蛋餅渣的那一個嗎 呵呵 Oreo我是拆開吃 就是那個醬會先舔掉 再吃那個餅乾 Oreo這種食物就是要拆開吃 它就是設計要給大家拆開吃 可是我沒有沾過牛奶吃過Oreo 因為它廣告不都是轉一轉舔一舔泡一泡嗎 可是我沒有沾過牛奶 沾牛奶好吃嗎 我沒有泡過牛奶 謝謝花生醇螺螺 平流成體的牛 就是我會先把裡面的那個填掉 泡了不會那麼甜 拆開 我會先就是用牙齒把裡面的那個 刮掉 把裡面的醬刮掉 OreoOreoOreo 然後再慢慢吃餅乾 就不會這麼甜 今天就有巧克力那一線 我之前有吃過一個口味的Oreo 是什麼藍莓冰淇淋嗎 我蠻喜歡的欸 就是它的那個藍莓冰淇淋的裡面那個醬 有點涼涼的 然後藍莓味 我很喜歡 就是它吃起來涼涼的 你們有吃過嗎 藍莓冰淇淋口味 謝謝金友的幸運思夜潮 謝謝阿華的肉 藍莓很像牙膏 可是我很喜歡涼涼的欸 你們不喜歡的喔 超喜歡的 愛華下次可以試試看 我喜歡涼涼的 麥當勞除了Oreo冰淇淋 命掰掰 五休去 我們安安 張麻辣你好 謝謝金友的數碼相機 謝謝命的真情藥牌 下一個 跟薄荷糖很像 沒有到這麼涼 就是一點點涼涼的 下一個 肉圓是用蒸的還是炸的 我沒有吃過真的肉圓 我沒有吃過真的肉圓 拔辣怎麼在害羞 是不是我太久沒有叫你的謎子了 炸的我只有吃過炸的欸 因為基隆好像大部分是賣炸的 是不是南部比較有用蒸的啊 還是我的錯覺 我沒有吃過真的欸 我沒有吃過真的欸 真的吃起來有味道嗎 我去台南沒有吃肉圓 真的很軟不喜歡 沒有吃過真的欸 所以我應該是炸的 的那一派 中午好喔 七題 這題持平都吃 以基隆為準 全部都是南部 你說的好像有點造理欸 央手 網路有沒有lag就被抓到 拔辣 髒拔辣 吸辣不巴西 什麼意思 真的會沾醬 沒吃過炸肉圓 因為我們基隆這邊 我吃的都是炸的 好吃 只在乎有沒有用紅糟漏 一定要漏漏啊 謝謝 天花花花花送我 醫用口罩 謝謝你送我口罩 謝謝自我的心之慣 怎麼辦 你聽這首歌是不是會想睡午覺啊 是不是想睡午覺了 炸的露亮狗 下一個是 掛包要加瘦肉還是加肥肉 品漢是不吃肥肉的 我喜歡瘦肉 因為我不敢吃肥肉 我記得小學的時候 不是會有營養午餐嗎 有時候就是會有一道菜 會有那個三層肉嗎 就是也是肥肉的那種 然後我都不要 我都給我們班最胖的那個東西 就是 他就是很喜歡吃 三層的肥肉 所以他才會是這個生產 我就會留著 然後他就會 大家搶著藥 但是我不敢吃 我不喜歡那個肥肉 就是油油的感覺 有點可怕 沒有啊 他是他自己也很喜歡吃啊 然後老師就會說不准 你已經不行在吃了這樣 我沒有欺負同學了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下次瘋了 就是我不喜歡那個肉 有點油油的感覺嗎 有點可怕 對你再說 逼同學吃的 肥肉口感 就是會油油的 咬下去軟軟的 不敢吃 大家呢 你們是喜歡吃肥肉 謝謝鋼鐵和粉的愛你喔 阿華也是吃瘦肉 吃太多會膩 太瘦口感也很不好 我覺得就是那種 戒在中間的 最剛剛好吧 腿褲可以 我不敢吃腿褲肉 好油喔 下一個是 水餃皮跟肉分開 皮與肉一起吃 當然是皮與肉一起吃啊 吃水餃都有人在分開的 分開還叫吃水餃嗎 分開是吃肉 跟吃水餃皮吧 就不是吃水餃啦 當然是一起吃啊 除非他不小心掉出來 對不對 除非你咬一口那個 不小心掉出來 你就分開吃 但是 當然是一起吃啊 雞爪你也不敢吃 雞爪不敢 雞爪不敢 誰會分開吃 一個只吃肉 一個只吃皮 羊熊 這個這樣很省欸 滿一盒水餃公家吃就可以了 單吃皮很沒有味道 到底有 對啊有誰分開吃啊 太奇怪了吧 除非咬破 除非咬破 除非煮破 不然會不會分開吧 這題應該沒有什麼爭議啦 就是一起吃 再來是 酥皮濃湯 酥皮跟湯混合吃 酥皮跟湯分開吃 當然是混合吃啊 分開吃還叫酥皮濃湯嗎 分開吃就是喝玉米濃湯 跟吃酥皮 這不是吃酥皮濃湯喔 這跟水餃的概念是一樣的 當然是很好吃啊 就是要吃那個酥皮濃湯 那種有點爛爛爛 爛爛什麼 不是爛爛是爛爛 爛爛爛的感覺 很香 加上那種起司的味道 药爛 嚷嚷嚷 讓嚷的湯 分開 壓緊脆加半 爛爛辣 不能讓爛辣 不要 剛剛�ы 也不好放音 就不要挑我的乳 乳 MIL 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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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雪白的玫瑰 謝謝烏好的野あー� risade 是蠱 ne 吃一半丟進去湯裡 也可以一半一半吃 我可以接受一半一半吃 但不可能接受 就是完全分開這樣 辣道品還好可愛 不吃酥皮濃湯 其實酥皮濃湯 熱量很高吧 大舌頭 熱量還是熱量 這個很難發音 熱量 烤包一烤啦 大丈夫 不要 這一半多久 下一個是車輪品奶油口味 還是紅豆口味 當然是奶油口味啊 奶油是王道口味耶 車輪品當然是要選奶油口味 就跟鯛魚燒一樣 一定要選奶油口味 萬年博敗就是奶油口味 然後河腸在口中融合 水拔的吃法感覺也好吃耶 水拔的吃法感覺也好吃耶 塞一口酥皮然後再喝糖 奶油 成熟的人 成熟的男性會挑紅豆口味 正人 你跟我爸爸一樣 你是成熟的男性對不對 成熟的男性才會挑紅豆的口味 我爸爸都是 都是挑紅豆口味 他從來不吃奶油的 我就小孩 小孩子會挑奶油口味 芋頭不行 蘿蔔絲也很好吃 我也喜歡蘿蔔絲 蘿蔔絲 成熟不是要吃 蘿蔔絲好吃 怎麼辦 我想吃紅豆餅了耶 車輪餅 車輪餅 想吃了 等一下叫媽媽去買 媽 你有在看直播嗎 等一下午餐可以 幫我外送一下車輪餅嗎 哪裡有在賣車輪餅 我記得 那個 街上那邊好像有一間 你知道在哪 就是在寶寶眼鏡的隔壁 好嗎 寶寶眼鏡的隔壁有在賣車輪餅 我想要蘿蔔絲口味 跟奶油口味的 可以嗎 我等一下有午餐 阿尾有沒有成功吃到 我在跟大家說 謝謝水白的玫瑰 蘿蔔絲超可以 好久沒吃喔 想吃 我記得淡水有一間 那個紅豆餅 超級脆的喔 就是淡水老街裡面 有一間紅豆餅很脆 我喜歡脆的 不喜歡爛爛的 滅滿足了我的崇拜 點菜點菜 如果你要出門的話 順便 順便買個午餐 呵呵 我先去接單身 就是在那個 包裝眼鏡的隔壁 就是我買隱形眼鏡的那間隔壁 有没有付外送贝 想吃了 谢谢阿华送我掌声鼓地 下一题 顺便 大家是要帮我外送过来吗 包刀眼镜 下一题是 皮蛋豆腐搅烂拌在一起吃 皮蛋跟豆腐分开吃 我觉得是介于中间 就是皮蛋跟豆腐各挖一口起来吃 但是我不会全部搅碎 有些人是全部搅碎 就是烂到像稀饭那样 那个我没有办法接受 那已经是呕吐物了吧 看起来 看起来就不好吃啊 卖上不好 我是挖一口皮蛋跟一口豆腐 而且我不太敢吃这么多皮蛋的那个蛋黄嘛 所以我会很多的皮配很多的豆腐酱油 配一点点蛋黄 还有柴鱼 这样我就就是一口是这样子 加肉酥 我没有吃过皮蛋豆腐加肉酥欸 小琴 哈啰 午安 好好的全部混在一起 午安 我没有吃过皮蛋豆腐加肉酥欸 会用碎但不会到稀发烂 我看过有人是全部搅碎 好可怕 我听到妈妈出开门的声音欸 她是不是去买红豆腐啊 我期待一下 她出门了 我刚好像听到开门的声音 我的红豆腐有忘了吗 皮蛋豆腐加肉酥好吃 好快 还是她是去买自己的午餐之类的 我觉得我会吃到欸 是幸福的孩子 真不愧是妈妈 妈妈顺素 妈妈是可以不用这么顺素啊 因为她会凉掉 她可以等我快直播结束再去买 因为是可以的 不然她会凉掉 说不定是去买鸡毛蛋子 呵呵呵 下一个 下一个是滷肉饭 滷肉跟饭拌在一起吃 滷肉跟饭分开吃 这跟酥皮浓汤的概念 跟水饺概念是一样 当然是拌在一起吃啊 分开来还叫吃滷肉饭吗 回来看电视 拌在一起 当然是拌在一起啊 分开还叫滷肉饭吗 分开你就吃白饭跟滷肉就好 吃白饭一几次 我记得基隆有一间 我不知道它是连锁还是别的地方也有 叫做金鲜滷肉饭 我觉得它们家滷肉饭很好吃 金鲜滷肉饭 是连锁吗 还是只有基隆有 分开要体会口里融合的吗 品汉说的都对 但是 腦粉无误 雪白你是腦粉 对不对 金鲜滷肉饭 哦 金鲜是连锁的吗 我蛮喜欢的 下一题 是麦片 先倒牛奶还是先倒麦片 我是先倒麦片的 正港滷肉饭吗 吃麦片我会先倒麦片 因为先倒牛奶再倒麦片 感觉会溅起来吗 牛奶会溅起来 而且 所以我会先倒麦片 先麦片对吧 耶 大家跟我一样 所以品汉不吃活顺 然后也是会吃啊 只是比较少吃 因为我们这边没有 所以就比较常吃金鲜 我是品汉 然后不然 那 我问你们说 你们 呃 你们麦片喜欢吃什么口味 是原味 还是巧克力 还是什么 东尼虎还是喜味 大家都吃什么口味 我觉得我有分两个时期 就是 呃 我小时候喜欢吃那种彩色的 有一种水果口味 彩色的 什么绿色蓝色 红色黄色的那个 那个叫什么啊 彩色口味 水果的那种麦片 我小时候很爱吃 因为觉得它甜甜 然后我还会单吃 很少吃麦片 小时候 对 五彩球 就是彩色的那个 水果口味 但是 长大后我比较喜欢吃那个 我记得 我记得那种彩色 以前还有做这种圆圈的 很像甜甜圈那样 小小一颗一颗 长大后我喜欢巧克力口味 而且我是喜欢那种方块的 一格一格 那个好像叫什么 格格脆吗 巧克力格格脆 我喜欢吃巧克力口味 我以前会把那个麦片当零食吃 直接这样吃 那个加牛奶 而且牛奶加那个巧克力 就是牛奶会变成巧克力口味牛奶 然后我本人的话不喜欢麦片泡太烂 太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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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脆脆的吃 不喜欢太烂的麦片 我都直接当杯干 封面有炸相 麦片要有脆脆的口感才是麦片 但是最近成长成20岁了吗 我常常在全联看到就是 大人的麦片 就不是什么巧克力口味那种 就是大人的麦片里面有什么 蔓越莓燕麦 就它的外包装完全没有那种卡通人物之类的 就是大人的麦片 我很想吃吃看 我没有吃过 感觉很健康 就是有那种什么蔓越莓 然后那个燕麦 在里面 就是什么五种燕麦之类的那种麦片 我想开始试试看大人的麦片 是什么味道 感觉很健康 养生贵格麦片 蔓越莓大推 突然想吃麦片了 还是要等下午餐吃麦片配车轮饼 感觉也会饱 是个新鲜组合 燕麦没什么味道 燕麦没什么味道 品寒一身腿 那个很像老鼠饲料 很像老鼠饲料是不是 真的假的 那种配希腊优格吃 还好不是炮车轮饼 下一个 杏仁茶油条 我没有吃过杏仁茶配油条 感觉好吃 油条通常是沾豆浆 但是我感觉杏仁茶 我会喜欢杏仁茶 超级爱 感觉杏仁茶也会很好吃 如果是我的话 我没有吃过 但是如果是我 我应该会沾着吃吧 杏仁茶好苦 会吗 还是我们所认定的杏仁茶不一样 我喝的就是便利商店卖的那种味道的杏仁茶 杏仁茶会苦吗 杏仁茶不爱 杏仁茶不会苦吧 就是便利商店卖那种不错啊 原工味好重 很甜 为什么我喝的 对我喝的也是甜的 还是我喝的不是杏仁茶 我喝的是化学原料 我喝的不是杏仁茶 但是我之前也有喝过就是不是便利商店是店面在卖的那种 就是它真的是现代的那种杏仁茶 而且我跟他们说 我的姑姑在卖杏仁茶 听好了 品行怎么开始不喜欢杏仁茶 我的姑姑在卖杏仁茶呢 我姑姑在台南的百货公司里面卖杏仁茶 可能也是从小去念啦 你的家 登登 艾斯你好 艾斯 哈喽 原来如此 有免费茶可以有 之前去找姑姑玩的时候都会拿他们家的茶给我 他就是在卖那种很养生的杏仁茶 然后什么人参茶之类的 很好喝耶 头上怎么有只手是 喜拿 喜拿吗 有喝不完的杏仁茶 这个茶很好喝啊 我很喜欢 他还有分什么无糖、有糖、少糖之类的 大家走起 他以为是白色的手掌 是Cinema 你看好了 他有两只眼睛 跟我一样 跟你我一样 有两只眼睛 谢谢阿哈的新之怪 下一个是汤圆 汤圆是吃花生还是芝麻 我想一想 花生还是芝麻 过去的灵魂 我觉得我会喜欢花生耶 但是我们家比较少买花生 我们家都买芝麻的 但是我觉得我会比较喜欢花生耶 我超级喜欢花生 但是我们家很少煮花生 但是我们家很少煮花生 都是煮芝麻 所以有点难 难选择耶 但是我觉得我会喜欢花生耶 谢谢阿胜的爱的玫瑰 因为我们家其实就是很注重那种健康养生 之前就看了一个新闻 好像说 花生就是有吃 不行吃太多 因为花生有那种什么 什么干什么素的 就是对干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们家就是比较少吃花生啦 只是花生有什么什么 就是他的那个壳 还是什么之类的 对干不是这么好 所以我们家就是比较少吃花生 这什么黄泉毒素之类的 所以我们家就比较少吃花生 还是会吃 但是比较少吃 所以就不太 不太会煮花生口味的 湯仁 就会买 芝麻口味 花生会糟糟 听说吃一口长一分 这种 简性有靠在你肩膀过吗 是没有 下一题是 面线是加大肠还是加蚝蚝 加大肠 因为我不敢吃蚝蚝 我不敢吃蚝蚝蜜蜜蜜蜜蜜 蚝蜜蜜蜜蜜 我只敢吃大肠蜜蜜蜜 大肠不会念 但是大肠我也要看 有些我敢吃就是如果味道很重 我不敢吃 但是 没有这么多 大肠的味道我就敢吃 但是我要加很多醋 盖过那个味道 我们家这边的面线很特别 它是大肠加奇鱼丸吗 我觉得超级好吃 大肠加奇鱼丸面线 很厉害的组好吧 超好吃 大肠配奇鱼丸 然后加一点点辣加醋 奇鱼丸不愧是鸡龙 好吃 我之前还有吃过那个什么面线啊 那个叫什么 鱼酥面线吗 这是淡水鱼酥的那个鱼酥面线 我也蛮喜欢的 我喜欢鱼酥 超爱 这类的又有鱼的海鲜的味道 你们有吃过吗 鱼酥面线 你们有吃过吗 这叫鱼酥吗 鱼龙庙口还有面线 可是 好吃 下一个是牛排加黑胡椒酱还是蘑菇酱 当然是黑胡椒酱啊 我追求 其实我不是这么能吃辣了 但是我又追求一点点的辣 就是我喜欢 简单来说就是我喜欢 一点点刺激啦 我喜欢一点点刺激的东西 我喜欢辣 就是明明不是能吃辣了 但是又想要追求一点点的辣 想要一点点的爽感 我觉得蘑菇太没有挑战力了 唯一支持综合奖 啊 想吃牛排了 想吃那种夜市的牛排 那种有铁板面的牛排 我的口水 有些蘑菇 脏很淡 想吃哦 唯一支持玫瑰盐 没有啦 高级餐厅的就不会有酱吧 就是会给你那个盐 对吧 品寒吃几分 我通常是点7分 但是 有时候去吃比较高级一点的餐厅的牛排 或是 可能美式餐厅那种 比较厉害一点的餐厅的牛排 他们都会建议5分 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5分 我想说5分不会太深吗 就是很新 都是血那样 但是后来发现 他们的高级餐厅定义的5分 就是真的有熟的那种5分 而且肉很嫩 所以后来我就 渐渐的 如果他们推荐5分 我就会点5分 就是渐渐的可以接受5分 这样 通常都吃蘑菇 通常都吃蘑菇 玫瑰盐超级好吃 今天讲下来吃完平衡 会胖成糙 不会不会 不要夜市 夜市点5分就是真的没手吧 他可能会牵出一头牛出来 高级餐厅才能点5分吧 高级餐厅才能点5分吧 如果是可能评价牛排 我都是吃7分左右 我觉得他们的定义不太一样 对吧 太夸张 在你前面 我给你看 猫 猫 猫 考考我吗 你要考我英文吗 是不是要考我牛排的英文 就是那个熟度的英文 牛肉品质好的话 配5分 熟度的英文 我就知道你要考这个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那个中间的 中间的叫median 对吧 中间叫median 但是其他两个我就忘了 其他两个我不知道 我想一下 我知道中间叫median 但是上面的呢 下面叫什么 我不知道前后诶 可以教我一下 前后的叫什么 啊 顺便学一波 可以问谷歌 我想一下前后 生的吗 不知道生的英文叫什么 肉是生的 哦 肉吗 肉吗 肉 肉 median 那熟的呢 肉 肉吗 肉 呵呵呵 好专业哦 分这么多天啊 分这么多天啊 肉什么 肉什么 blue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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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dium will 中度手嘛 然後中度medium medium raw 哦 原來如此 raw will done 學到了 rail 這是blue blue real real medium real medium medium will 我覺得我吃的應該是借在 medium吧 medium medium will 記得135 real 聽攏我好可愛 real blue real 感覺好像不太好吃 blue real 學到了謝謝 其實好像可以亮一點 因為天空暗下來 要 剛剛念的是英文 鋼鐵海粉不要這樣子 打擊我的信心 real就是生肉 real是手 medium是一半 各種組合 去國外可以學 學到了 下一個是米血嗎 米血是米血糕嗎 他這邊寫的米血是米血糕嗎 先切 先炸再炸 先炸再切 這是什麼吃法 米血糕有在炸的哦 這是什麼吃法 有沒有吃過炸的米血 對 你說是鹹酥雞的那種嗎 好像很好吃 我的口水 想吃了 好像很好吃 應該是先 先切再炸吧 如果是我的話 我覺得我會想先切再炸 就是每一塊都是完整的 的那個酥炸的皮 你沒吃過炸米血 對我沒有吃過 我很激動 還有我跟你們說 我前陣子體驗了那個 就是我前陣子吃了鹹酥雞湯 然後我前陣子第一次體驗那個 炸銀絲卷嗎 因為我之前去都沒有吃過 炸銀絲卷 我第一次體驗耶 很好吃 而且沾煉爐 很厲害 炸銀絲 我第一次體驗 成就解鎖 我從來沒有點過炸銀絲卷 是朋友推薦的 外硬內軟 對 而且要沾煉爐 對不對 可是很飽 推薦 它會變得很脆很脆 好吃 只是我覺得吃完炸銀絲卷就飽了 就沒有餵再吃其他的東西 好可惜喔 謝謝空夜的健康日守 我跟你們說我 鹹酥雞湯的話我最喜歡的前二名好了 吃鹹酥雞頻率幹嘛超低 我前陣子是百年難得一吃 我超少吃的 我的前兩名是炸甜不辣跟炸蘿蔔糕 超喜歡這兩個 你們呢 你們最喜歡什麼 最喜歡蘿蔔糕跟甜不辣 因為怕胖嗎 因為為了健康吧 那個很鹹然後又是炸的 吃完隔天會水腫欸 只能在隔天沒有工作的時候吃 甜不辣跟米血 感覺米血好吃耶 下次想試試看米血 炸雞蛋豆腐 蘿蔔糕超級好吃 跟你們說蘿蔔糕超好吃 雞蛋豆腐感覺好吃耶 下次試試看 豆子 雞蛋豆腐好像很好吃 我的口水 蘿蔔糕超好吃的 跟你們說 炸蘿蔔糕 雞皮超好吃 沒有吃過炸雞皮 柳葉魚 不要再講了 受不了 中午就在寫素雞 晚上該吃了嗎 好想吃喔 天啊 不行不行不行 還沒我還沒吃午餐 等一下多玩再吃 下一題剛剛聊到哪 蛋餅蘿蔔糕 大家是醬油直接淋還是醬油放旁邊 我是醬油直接淋 不覺得要沾很麻煩嗎 就直接淋上去了呀 蛋餅蘿蔔糕 直接淋 我也是直接淋 而且我還在上面畫愛心 對啊淋上去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放在旁邊再沾呢 哈囉 小白你好 午安 可以傳表格給媽媽比較好買 有道理耶 謝謝小白的我來簽到 醬油放旁邊 有時想吃沒沾的 有道理耶 可以畫圖的專長 好餓喔 看完這表格 怎麼可以這樣 臭豆腐是先切再炸還是先炸再切 原來臭豆腐可以這樣要求攤販是不是 我都直接點了我沒有在要求的耶 應該跟米血概念一樣吧 應該是先切再炸吧我 而且我一定要加泡菜 根本說泡菜是臭豆腐最重要的東西 一定要加一點點辣椒跟泡菜 我都會說泡菜要多一點 我超喜歡臭豆腐的泡菜 真是有點酸酸辣辣的泡菜 我的口水一直在 分泌啦 怎麼辦 我一直在分泌口水呢 這樣是正常的嗎 表單666 好餓喔 這是什麼歌 我怎麼會加這個歌單 這個嘶吼的歌我要跳過它 哈哈 大部分的人都在流口水 好下一個是起床的棉被是折還是不折呢 答案是你們猜猜看品 還是折棉被還是不折棉被 吃完午餐還覺得惡正常 不折不折 你們都猜不折是嗎 我在你們的印象就是不折不折棉被的孩子 不折 好啦對是不折 我就是一坨在那邊 它還會有那種我剛起床的形狀 你知道嗎 就是起床不是這樣掀開嗎 然後那棉被會定型 所以那個棉被現在是 呈現一個我剛起床的形狀 這是我剛起床的形狀 就會一個腳立在那邊 剛起來的形狀 反正回事晚上還是要睡覺啊 那幹嘛折得這麼整齊對不對 晚上還要再攤開是不是麻煩 所以就直接這樣子 晚上就直接攤開再窩回去就可以了 是吧 但是媽媽房間的棉被他們有折啦 但是我是不折的啦 反正晚上還是要回去睡啊 就是不用折嘛 不折偶爾要折 而且那個棉被很重你知道嗎 因為我是蓋那個羊毛被 冬天嗎 羊毛被很重 我剛剛連抬都抬不起來 那麼大件 我怎麼折 但我會把他鋪平 我都是給他放在那邊 不折不扣的拿貝 不知道有沒有像飯店那樣 不折不扣的 鋪平盤 讓他自身自憐 對啊就是放棉被在弄啊 晚上還是會投入他的白報 就我們那麼熟了 跟棉被那麼熟乾淨 那麼好 說不用再那個了 我很震驚的說著 一口的肺紋 下一口是最後一題 牙膏從中間擠 牙膏從後面擠 跟你們說 我現在是從後面擠 因為小時候我都是隨便亂擠 就是從中間或是從前面直接這樣壓 小時候都隨便亂擠 補程掰掰 但是因為後來被爸爸糾正了 爸爸說這樣子你後面 就是用在後面之後 你會很難擠喔 所以我現在都是從後面開始擠 我現在擠一些什麼藥膏之類的 我也都是從後面開始擠 學乖了 因為這樣子用到後面 才會就是比較好擠 所以我都是 現在開始從後面擠 謝謝月安的數碼相機 後面後面不會很難擠啊 就是往前這樣 然後他就全部集中在前面 一開始不能擠太大力會噴出來 我跟媽媽都隨便擠 不會被糾正 好餓喔 看完這表格 先亂擠之後沒了再往後弄 這表格蠻有趣的耶 也讓我更了解你們啦 要讓我更了解我嗎 好好玩喔這個 謝謝楊潔的奇異 現在有的牙膏牌就會附一個夾子 剛剛結了一張品牌很可愛的照片 謝謝 謝謝 謝謝卡姆你的祈福好願牌 下次來個全食物表單 好啦 我想吃醋豆腐錢酥雞了啦 你有動物裝嗎 動物裝我沒有 好餓喔 好餓喔 可惡 最近想跟我來介紹一個 伴手禮 是施雅從 就是他們之前不是去日本玩嗎 施雅帶回來給我的禮物 媽媽還有在看直播嗎 施雅送我的一個禮物 是這個 你穿動物裝一定很可愛 謝謝 是我的午餐嗎 耶 謝謝 我有我有 我有午餐了耶 但是我可以等一下再吃嗎 漂亮 真的有耶 我這樣直播講一講就有了 賣完以後大家再直播許願了 怎麼那麼棒 我點點 等等再吃 還沒講完剛剛的禮物 外送出生 可是我剛剛 我剛剛臭豆腐是不是太晚講 媽媽已經出門了 沒有臭豆腐 哆啦A夢的存在 哆啦A夢的存在 好啦 我要講的一個是施雅 Marvel Eat 大成功 施雅送了的 就是他帶回來的禮物這樣 是一個皮卡丘的面膜 然後施雅還跟我說 你平凡你要在直播裡敷喔 然後我說 可是這樣不是就要素顏了嗎 他說 對啊你就敷一整集 不要拿下來啊 但是因為我今天還沒有做好素顏的準備 所以我就 還沒有敷這樣子 對 我今天還沒做好素顏的準備 而且我敷一整集 他面膜會乾掉吧 就只能敷10到20分鐘 一整集會乾掉吧 我臉會乾掉 我應該就是拍個照片給大家看 所以應該沒有辦法直播敷吧 然後他說你看他買這個 他上面有兩個這個皮卡丘的耳朵 他就很好奇 這個耳朵會怎麼怎麼貼上去呢 讓我們盡情期待吧 敷一整集 我下次敷再拍一個紀錄給大家看 拍個照 謝謝施雅 蠻可愛的 還沒做好素顏的準備 我有很多女素顏的照片 然後我想來跟大家分享 我最近很喜歡的一種動物 我覺得你們猜不到 謝謝聖品超好吃 送我KISS 啾啾 最後40分鐘卸妝再敷面膜 這是不行的吧 今天做不到 好今天待會要出門 沒有辦法亂卸妝 我在挑歌單 好這首 猜猜我最近喜歡一種動物很特別 我最近都會買他的相關產品 我要公佈答案了唷 我要公佈答案了唷 蛇子不是 喔不是 不是鱷魚 草皮馬不是 其實我昨天奶茶還沒喝完耶 可是媽媽買了一杯 怎麼辦 它是一種 應該算鼠類吧 應該算鼠類吧 我不知道它應該算鼠類 可能什麼鼠 鼠類之類的 擦個鼠不是 倒個個髮夾 因為我拿錯枝了 因為我要夾在那邊的瀏海 所以它只能倒著夾比較順 密帶我甩臀 好 公佈答案來唷 答案是 刺蝟 我最近覺得刺蝟很可愛 而且我還去Google了刺蝟 它是什麼 什麼 哺乳缸喔 然後什麼 羅什麼 什麼科的之類的 我最近覺得刺蝟很可愛 刺蝟是不是 它長得很像老鼠啊 我認真地查了一下它的圖片 很像老鼠 我覺得它的那個鼻衣服那邊 我覺得它胖胖的很可愛 刺蝟有些很兇 最近超喜歡刺蝟 覺得它好可愛喔 有點想養刺蝟耶 看過竹鼠嗎沒看過 然後最近就買了一個香水 其實這香水我很久以前就很想買 因為就是很可愛 不知道你們知道這個牌子 日本有店家可以摸 就是 那個它的香水瓶子 它是清香水 然後它的香水瓶子都做得很可愛 這個很紅吧大家應該知道 然後最近就買了 其實我不是為了它的外觀啦 還有一部分也是啊 它這個香味蠻好聞 然後剛好又是刺蝟的瓶子 我覺得太可愛了吧 就入手了 它是小資女可以入手的香水 很香 等一下出門要噴這個 我來看一下它是什麼味道 它是香草琥珀跟羊甘芷的味道 這個很香 這個很香 之後握手也可以噴這種 但它是清香水 它味道沒有那麼持久 你看它的盒子 包裝是不是很可愛 這滋味啊 小粉板 我原本一直在猶豫兩個口味 就是有一個是好像冬季限定的 季節限定 是那個 白熊然後小屋的那個包裝的 然後一個是刺蝟 我就在猶豫這兩個味道 後來就選了刺蝟 很可愛吧 最近的香水 清香水通常不是要被小萍的補香啊 其實可以直接帶出門啦 我覺得它沒有很重啊 可以直接帶出門 這很香 這真的超香的 我等一下要用它 它好像是台灣限定之類的吧 我餓了我想來吃 這是什麼口味啊 它的紙袋有點破掉耶 我要小心吃 我要來吃吃 可是我不知道什麼口味 它也太難拿出來了 奶油 它的紙袋一直破掉 想要去拿個衛生紙 去拿衛生紙 欸咻 為什麼天空變這麼暗 等一下會下雨嗎 不要 好好走 蘿蔔絲的斷面也很療癒 它也太難拿出來了嗎 不知道什麼口味 吃吃看 是奶油 好酷 這是我的午餐 好吃好吃 我現在有點少 可是 我等一下還會出門吃晚餐 我現在吃一點然後 可能 晚一點點我下班晚要出門 所以我覺得我吃這邊就夠了 不然晚餐要吃不下 晚餐決定你要排還是臭豆腐 晚餐呢 對耶我晚餐要吃什麼啊 吃麵嗎 一邊看平衡直播一邊煮麵 就把蛋打破了 不知道晚餐要吃什麼 你們覺得我要在家吃晚餐吃飽再出門還是 出去吃 但是我怕在家吃飽再出門 這樣子晚一點就會餓 因為我如果在家吃 我就得早點吃早點出門 因為怕會塞車 出去吃的話我就會比較晚 再吃晚餐 這樣晚一點才不會餓 奶油爆漿了 奶油爆漿了 我出去吃也開始吃便宜的呀 我可以吃路邊的乾麵 30塊之類 謝謝阿華的焦紫恩 我喜歡 喜歡 喜歡 內容 謝謝小白的心之灌 謝謝阿表的醫療口罩 謝謝阿表的醫療口罩 謝謝鋼鐵韓粉的幸運事業潮 謝謝小白的麥克風 我現在很專家吃我的午餐 我喜歡這首歌 配午餐跟她好 拜拜小白 工作加油 我只是想對你說 拜拜 Tony 沒什麼特別的原因 加油 因為你會不會不會不會 偶爾會為我哭泣 因為你從來不愛 再見小白 因為你擁有真心 他唱歌超好聽 這個叫做洪安妮 喜歡他的歌 我是不是吃到衛生紙 吃到衛生紙 他黏住衛生紙 吃到衛生紙會怎麼樣 應該不會怎麼樣吧 我又吃到衛生紙 會怎麼樣嗎 會不會怎樣吧 我很難分辨他是不是衛生紙 可是他碰到衛生紙 你 sung 我 擁有 我 你 你 不 然 我總覺得特別安心 即使沒有慢慢的話題 卻是不會尷尬的安靜 我只是想對你說說我喜歡你 我家狗吃衛生紙會吐 但是很簡單的原理 好吃吃 因為你也會替我高興 我不知道其他是什麼口味 感覺是不同口味 愛的過去去去 不錯看對吧 我最近也想看那個 這是李斯朝鮮我之前看的那個影集 他好像要出第二季了 超想看 我看了預告片就覺得一定要追 有沒有看過第一季了嗎 李斯朝鮮 我之前很推 對他要拍第二季了 要出第二季 已經有預告片出來了 然後他好像要找那個全志賢來演 就是全志賢會好像可能出演一兩集 我不知道是主角還是什麼 反正他有找全志賢來演 感覺就很好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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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我都要吃到衛生紙了 嗯 我曾經吃到很多衛生紙 我這一口好像吃到很多衛生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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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靜 好噓 小大吃 喝个奶茶 我觉得有卫生纸 就摇一摇吞下去好了 用手装 因为我手不知道我刚摸了什么 我觉得要拿食物还是先洗手比较好 手装不敢用手 爱干净的孩子 不知道接下来是什么口味 我刚刚没有认真听 是不同口味吗 我们再来试试 这感觉是萝卜丝耶 我闻到咸咸的味道了 嗯 是萝卜丝 好酷 好吃 但是我觉得红豆饼真的不能放太久 会软掉 小五你好 好 他一直卫生纸黏在我的红豆饼上 罚不及来耶算了 就这样吃吧 蘿萝卜跟奶油哪个比较好吃 都好吃耶都喜欢 选不出来 有芋桶吗没有 怎么办 味噌子黏在红豆饼上 是我捏太紧了吗 好吃 我说应该放到袋子里 这样都不会吃到 吃到卫生纸 我应该放在袋子里 可是袋子破这很多洞 今天平安两个戒指都戴 对呀 你有发现你好细心吗 今天平安两个戒指都戴 对呀 你有发现你好细心吗 放袋子也会咬袋子 你说的真有道理耶北极星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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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麼多人在看我吃東西,好害羞喔 我覺得自己像小老鼠之類的 為什麼都吃不好 悟安你好 小白兔你好 很多嗎 我覺得我像小老鼠 他黏了好多萬分鐘 好酷 好酷 蘑菇是不是有一點點辣 我覺得有一點點辣 是因為胡椒之類 謝謝阿華的祈福好多 你是胡椒嗎 我沒猜錯吧 謝謝艷士兵船的新之壞 我波鬼才有分辣 謝謝玉安 有吃過生蘿蔔嗎 沒有了 謝謝阿華的帶你去流浪 有些.. 娃カ 是我 你給我 你可以嗎 你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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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我 你給我 我給我 他送我 呵呵 喉嚨喉 歌好聽 這首歌的名字 你是不是聽不懂 我直接念歌手名字給你好了 尖元砂有禮 草布的那個尖元砂有禮 我就是 你愛的雙手 我愛的雙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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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帶酸奶油 不靠氣 吃飽要睡覺 沒有 看起來像要睡覺的樣子嗎 像嗎 不像吧 像嗎 不像吧 小妹要午休嘍 沒有想要睡覺 精神很好 等下還想來高歌一曲呢 貝貝要蓋好 沒有要午休 還有一口車龍靈 對啊 我有點飽 等下餓了再吃 不知道什麼口味 我猜是紅豆吧 北極星沒錯 就是這首歌 推薦夜宏 脫路獎你好 我安 品寒這樣就飽了 對啊 午餐 因為等下還要吃晚餐 就不想吃太飽 品寒魔女會來招住李青喔 我剛剛講一個誰贏 哪個成文的笑話 有點忘了 熊妹 我忘了我昨天有沒有講過了 就是 有一天 跟熊妹一起練習 就是她很可愛這樣 她就說她忘了就是 戴她的證件這樣 要換證件嗎 然後 她就說 品寒你在公司了嗎 可不可以下來接我這樣 我就說好啊 那你等我一下 我下去接你 帶你上來這樣 然後我就去 我就去接她上來 我就說她什麼都沒戴 她就穿著運動服 我戴著帽子 戴著耳機手機這樣 然後 手上就抱著一盒東西 我在電梯裡就問她說 熊妹這盒東西是什麼東西啊 她就說是一盒拼圖 我就說 你怎麼那麼可愛 我說你剛剛去買拼圖 是嗎 她就說 對 然後她買那個就是 好像是迪士尼卡通的拼圖 我就問她說 這是直播要玩的嗎 什麼什麼的 她就說 她想要練習 玩拼圖 可以增加智商這樣子 我就覺得 熊妹也太可愛了吧 她怎麼會講出這種話 她說她想增加智商 她玩了拼圖 她說他們家還有150片的 還沒有拼圖 不知道很可愛嗎 她抱著一盒拼圖欸 然後就高高的 她超級高 高高的 然後 很高很高這樣子 然後抱著一盒拼圖 我覺得那幾張太可愛了吧 你看要不要也增加智商 太可愛了 熊妹 還要買一下拼圖嗎 其實我有想過 直播要不要玩拼圖欸 只是我這樣拼你們看不到 而且我有去看過拼圖 有些 就是那種 一千片兩百五百片的那種 好貴喔 就是在拼那種厲害的衣服畫 或是國外的那種風景 那個好貴喔 我找到適合的拼圖 我再來玩給大家看 其實拼圖也不錯欸 只不過可以玩 但感覺很難 謝謝鋼鐵寒粉追蹤我喔 謝謝證人的告白氣球 有 有沒有拼過兩次 我們還是吃車輪米 阿華你怎麼這樣 我也想增加智商的 平衡 沒有 那個拼圖不只幾百塊 有的要到一千多 很貴 找魚乾最近有個拼圖影片 那個拼圖很適合你 你最近很愛吃 我再讓你整肥 這首叫做馬西囉 欸是嗎 林野馬西囉 我都恐龍掉了 可是我不想補 等一下還是要吃 等一下可能還要吃東西 他叫林野真白嗎 對 真白馬西囉 增加智商還是增加體重 答案是增加智商啊 可以增加升高嗎 今天直播也差不多要結束了 時間好快喔 減少智商還是減少體重 減少體重 謝謝楊姐 都好憂傷 好飽喔 大家有沒有看前幾天上的那個 就是我跟雨晴的那個影片 義式劍女神物語的抽卡影片 大家有去看了嗎 我們有抽到那個 那個叫做施雅 很像施雅的那個角色 那個叫什麼 娃爾基里 我們有抽到娃爾基里 你們有沒有看那個影片啊 可愛的品牌 可愛嗎 謝謝鋼鐵韓粉的營用口罩 品牌生抽比皮卡抽到 可是我抽不到 祝你抽到楊潔 卡芝那跳天很可愛 謝謝阿華 大家每天都要登錄喔 那我先 第二個排名好囉 第10名鋼鐵韓粉 第9名彩虹花 第8名日安 第7名阿祝 第6名金佑 第5 金佑是你本人嗎金佑 第5名是Boring 第4正人 第3小白 第2阿華 第1楊潔 楊潔阿華小白可以指定喔 小白是不是回去上掰了 楊潔阿華小白可以指定 那我來抽個人 那我來抽個人 聽平講過的角色都快 都抽到 恭喜你亮鈴 5號 Boring 恭喜你Boring 那就是楊潔阿華Boring 他說這個超龍餅很飽欸 Até évidemment 你們是想知道是什麼口味是不是 那我咬一口給你們看的是什麼口味 但是我知道那是什麼指令 腻蘿蔔絲 怎麼辦我已經腻了蘿蔔絲 會太快嗎 蘿蔔絲 我腻了 我不想再吃車輪病了 會太快腻嗎 阿法的指令沒了嗎 你用掉了吃車輪病 上電平函 其他人呢 不是這樣的吧 好啦好啦 我怎麼這麼容易在床鞋阿天阿 品牌人最好了 掃在那邊 請模仿 販賣車輪餅攤販製作和賬賣 來喲來喲 好吃香飯看剛出爐的車輪餅喔 有奶油蘿蔔絲紅豆巧克力 口味 3個100 3個50 有這麼便宜嗎 3個80 3個100差不多吧 3個100元呢 快點喔快點來買喔 買3送1買2送2喔 亂叫賣一通 太貴嗎 3個70呢 有點貴嗎 抱歉 我是比較暴力的殘飯 可是沒有氣色 塗個口紅紅紅 品牌手度嗎 買2送2買3送1 你手度100就好 品牌手度 車輪餅喔 快點來買喔 特製品牌口味來一份 品牌口味是什麼口味呢 可以得到品牌的一個聞 非聞 買買買 謝謝阿華送我LOVE 可以嗎 楊潔這個指令 好 品牌口味十分 謝謝阿華 你又要被警車載走了喔 小心一點 警車 嗶嗶嗶 剛剛小品牌不客氣 對 Burling呢 Burling想要指令什麼 買車的名也要被帶走 你說品牌口味十個阿 這很值得帶走 那你可以抓走我嗎 品牌警察 我會派別的警官來抓走你 可愛三連法好喲 可愛三連法好喲 他是1 2 3 可以嗎 Burling 3 3 4 3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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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5 喜歡就勾成了 有沒有面無表情 可以啊 好呆喔 下面有個幸運轉盤耶 無法在自己直播間抽獎 原來如此 謝謝水果掰掰 謝謝大家陪我看直播 陪我一起吃午餐 我想給大家聽一首我最近很喜歡的中文歌 四首老歌 你們要聽聽嗎 是潤賢奇的 叫做我是一隻魚 這首歌求歌手 這首歌好像是蠟筆小新的歌耶 歌手叫做絕名子 是蠟筆小新電影版的歌 這首歌 歌手是絕名子 然後主題曲叫做自有阿 今後也一直什麼什麼什麼 是蠟筆小新電影版 暴睡夢中世界大圖集的主題曲 有聽清楚了嗎 你看 查得到吧 這樣 這樣 這首 別客氣 我想給大家聽我是一隻魚 是我最近喜歡的中文歌 我要換歌了唷 這個封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聽過這首歌 應該都聽過吧 很有名 我覺得這首歌很可愛 嘟嘟嘟 我是一隻魚 我是一隻魚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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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學魚唷 有像魚嗎 有像魚嗎 可不可以不想你 我需要振作一下 來說再見哈哈哈 拜拜 發音 去 去 我和你需要下一場雨 需要你 我是 這是皮肚嗎 水里的空氣 是你小心眼好壞脾氣 沒有你 想你開誰的 雨快要活不下去 不能和一起 又來又去 嗯 魚飼料準備好了 我的偶包掉了啊 再背起來 變成 王大耳鏘 剛剛被魚附身了啦 剛剛被魚附身那個不是我 我只有真心而已 我只有真心而已 世界末日我都不忘了 魚人寒 剛剛那樣不可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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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我沒有看到自己剛剛長什麼樣子 是你小心眼和快脾氣 沒有你 想離開誰的 雨 快要活不下去 不能在一起 有來有去 現在在空夜的LOVE 等等上次自己看 啊會不會很醜啊 這些博蟲送我LOVE 沒有吧 猛蟲 好啊 你的生命 oh yeah 需要你 我是一隻 雨 水裡的空 水裡的空 水米 小心眼和快脾氣 沒有你 水的雨 快要活不下去 為什麼不能在一起 我需要 小姑姑你好 很像小丑的嗎 水裡的空氣 水裡的空氣 是你小心眼和快脾氣 是你小心眼和快脾氣 是沒有你 想離開水的 這很難耶其實 你就說要吸盒裡面 在一起 有來有去 好啦今天 他部分到這邊 大家待會 上班加油 掰掰 午安 掌聲鼓勵 謝謝阿華的掌聲鼓勵 大家掰掰 謝謝今天看我直播 我今天沒有忘記直播 我今天8點40分的起床化妝 所以那個掌聲鼓勵指定再吃一口 不給你 不給你阿 還不給你呢 你以為我這麼輕化嗎 好啦我是輕化的好孩子 再一口 超小口嘛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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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給你 掰掰 掰掰 掰掰